大家好,我是战塔,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反乌托邦电影《狗鸭》 大海的意思是木扶手皮椅,高速公路的意思是墙风 远租是一种非常耐用的木材,猎枪则是一种漂亮的白色小鸟 这不是一首小诗,而是教学录音带 家里的三兄妹正学习着新词语 郊外的豪华别墅里,住着优雅的一家五口 孩子们从小被关在这高耸的围墙里 他们与外界没有任何交往 没有电视和网络 唯一能出去的是家中的掌权者父亲 父亲告诉他们,外面有洪水猛兽,出去不得 他重新定义词语的意思 孩子们所有的认知都来源于父母的诠释 父亲避开了任何可能将整个家庭分崩瓦解的因素 于是,手机的意思是一小瓶岩 能引发人无限假想的大海是沉闷单调的皮椅 女性四处是键盘 孩子们没有名字分别以哥哥妹妹互称 一身白细的衣服把个人标志磨灭的干干净净 这像监狱里标好序号的一名名囚犯 这让我想起了福科在那本规训与惩罚中说的 当然被剥夺了主体性 权力就能入人心并且自动运行了 父亲经营着一家公司 他挣的钱足够借下这完美的一点园 母亲是父亲权威的执行者 他从前是手球运动员 为了支持丈夫 他放弃了工作和自由 陪同孩子们一起在家里生活学习 关在象牙塔里的孩子们 也还保留着与年龄不符的稚气 平日在家无聊 就会玩些最原始的小游戏 比如人耐力游戏 打开热水龙头 把手指放进去 谁坚持的时间最长就算赢 还有假扮医生病人的游戏 吸一大口麻醉剂 逼逼谁能先醒来 获胜者就能得到一块小贴纸 作为奖励 床头贴纸最多的孩子 就会全选择晚间家庭的娱乐活动 而家庭活动 不过就是重复 看那些老旧的儿时录像 说到晚间活动 还得说起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 家庭晚餐 各个西装革履 妹妹们也要认真打扮一番 迎接父亲 晚餐时 他们会争先表现 赢得父亲的奖励 有时是一套变迁纸 有时是一支眉笔 不过眉笔不是哥哥自己要用的 而是他每日拿来替父亲化眉的 一日父亲载着一个女保全 来到他们与世隔绝的家 他是父亲公司的职员 来例行公事 满足家中哥哥的生理需求 其实这个所谓的生理需求时间 也是父亲定的 哥哥没有权利拒绝 一天 哥哥把父亲的车洗干净后 且深深又故作傲慢地对着围墙外的大哥说 我的车洗得比你好 我还清洗了轮胎和毯子 你都没做到 这个大哥与他们不一样 父亲说 他从小就生活在了围墙外 颠沛流离 体验了世间的险恶 父亲时常以大哥的视力为界 告诉围墙里的孩子们 千万不要走出去 哥哥有些赌气地拿起石头往外扔 他说不上来 好像有点羡慕墙外的大哥 未知的东西始终有着莫名的诱惑力 靠近围墙的举动被父母发现 他狡辩说 是大哥信任的石头 父母当然知道儿子在说谎 哪有什么大哥 不过是父亲须垢出来 用来恐吓他们的人物 作为惩罚 哥哥要含着漱口水 直到父亲同意才能吐出来 他们喜欢天上的飞机 阿妹说 真希望它掉下来 掉下来就是我的了 话没说完 就挨了母亲一巴掌 这个家庭是有竞争的 讨得了父母的欢心 才能得到礼物 飞机自然是落在了 表现最好的哥哥手里 阿妹眼红 抢走哥哥的飞机 扔出了墙外 这当然又免不了一顿毒打 只是玩具就在门口 哥哥却不敢踏出门半步 之类的父亲下班回来 开车去捡 父亲去看完那只 被自己送去训养场的狗 雷克斯 训养员告诉他 训狗 这项捏槽词 我们的工作 就是制定出 狗应该具有的行为 简而言之 就是狗的教育方法 父亲把这套方法 也用在了家里 希望孩子们 也能像狗一样 忠诚 顺宠 孩子们想得到 某样东西的时候 就要讨好父亲 舔他的胸口或耳朵 这个家 任何一个外来物 都能引起孩子们的恐慌 那日午后 院子里跑来一只野猫 于是哥哥拿起剪刀 嚼死了小猫 父亲知道后 正好借识 教育孩子们一番 他把身上衣服剪烂 血涂满了成身 告诉孩子们 猫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动物 你们在外流浪的大哥 已经被猫杀死 身体被撕成了两半 家里才是安全的 为了防止猫入侵 孩子们被教会 以狗的姿态 趴在地上 学狗肺 为了将孩子们 终身置于他的独裁之下 他告诉他们 孩子们都有犬齿 只有当犬齿脱落了 孩子才算长大 才能离开家 并且出行时 必须驾车 孩子们深信不疑 父亲放下唱片 听起了一首 在父亲的翻译下 这首歌变成了 爸爸爱我 妈妈爱我的 亲情送歌 想听你的父亲 是的 父亲爱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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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我的伙子 我的家里 你很漂亮 我爱你 我会不会再结束 只是父亲未预料的是 女职员一次次的到来 增加了孩子们对围墙外的好奇 也悄然改变了这个家庭的秩序 她本应是满足各个信誉的 但两人的结合不包含任何情感 干涩又极限 而她也带来了她自己的欲望 阿妹喜欢她的发卡 于是她让阿妹舔自己作为交换 慢慢的交易的东西越来越多 一天阿妹从女职员那儿 换了几盒录像带 第一次接触外界信息的阿妹 开始模仿影片里的对话和动作 她对着家里的游泳池 念着各种鲨鱼的名字 开始质疑自己的认知 父母关书的思想的真实性 也第一次有了离家的念头 只是录像带很快就被父亲发现 她销毁录像 痛揍女儿和女职员后 决定不再容许一丁点外界的东西 玷污子女的思想 可儿子的心需求又成了大难题 于是父亲决定 让女儿和儿子性交 以维系家庭的完整 母亲流着泪 却也不敢违背父亲 孩子们依旧机械的顺从 可这样乱伦的画面 儿子女儿的行为 却更像是一种服务 一种满足父亲权威的服务 日子又恢复到昔日的平静 只是阿妹忘不掉录像带领 花花绿绿 没有猛兽的世界 她想出去 于是在那天晚宴之前 她告诉小妹 我想我的全尺已经松了 最后的晚餐 她朝末般的无动手脚 满怀绝望又不知疲倦 为了获得离家的资格 她来到洗手间 拿起牙铃 敲碎了自己的全尺 在她心里 这是一场自我救赎 自由了 她笑了起来 偷偷钻进父亲的车后箱 第二天 跟着父亲的车 她逃出了 父亲建的这个乌托邦 只是 没人知道 她通往自由的路 该怎么走 父亲创立的秩序 在她脑子里 根深蒂鼓 她想逃 却也会按照父亲说的 悄悄拳耻 驾车离开家 她逃得了 长期以往的意识形态吗 跨越那堵墙 或许她会知道 大海不是沙发 小猫不是最危险的动物 又或许 这个新世界 对她来说 真成了洪水猛兽 致死也不能适应 喜欢淡淡和妹妹的朋友 记得给我点赞 关注和留言呀 拜拜 请不吝点赞